UniVariate过程 在SaaS系统中 应用UniVariate过程可以实现正态性检验 其语句格式如屏幕所示 其中包含了两个主要的语句 PIOC语句和V2语句 此外添加了RUN语句表示程序的结束 下面我们对各个语句进行逐一介绍 PIOC语句 PIOC语句规定开始运行UniVariate过程 并指定要分析的数据及名称 其选项中与正态性检验有关的选项有 Alpha指定显著性水平 Normal规定进行正态性检验 并输出相关统计量和对应的P值 V2语句 V2语句用于规定要进行正态性检验的变量 如果不使用该语句 则默认对所有的数值型变量进行分析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正态性检验的实例 我们利用UniVariate过程 对例4-1中的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 我们编写以下的SaaS程序 在数据部中 我们建立了数据集Jump 用来记录跳远的数据 其中 Input语句输入了变量Distant 用来记录跳远成绩 这个符号表示一行读入多个观测 Cas语句则提示 以下的全部都是数据行 在过程部 我们利用UniVariate过程 进行正态性检验 其中 PROC语句指出 开始运行UniVariate过程 并指定 要分析的数据集为Jump 加入选项Normal 表示进行正态性检验 BAR语句 指出 要进行正态性检验的变量为Distance 完成以上程序后 我们单击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 即可得到程序的运行结果 查看结果窗口 我们展开竖形目录 可以看到 在UniVariate Distance目录下 一共有六张表 其中 第四张表为 正态性检验的结果 双击该表后 在输出窗口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 UniVariate过程 对数据进行了 四项正态性检验 包括 Sharpino Vilk检验 Kermoglov Sminov检验 Kramer Volmesis检验 和Anderson Darling检验 并且分别给出了 四种检验的 统计量的值 和对应的P值 我们可以看出 四项检验的P值 均大于显著性水平 α等于0.1 因此 不能拒绝正态性假设 也就是认为 学生跳远的成绩 来自于正态分部